虽然说今年我们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又浪费了上半年 可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会有很多很多的新车登场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款车 就是极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登场的一款新车 它就是 Honda City Hatchback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之前也讲过了 可是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会在更深入的分析这款车 还有这款车未来本地会引进什么配置 因为这款车刚刚在泰国发表了IMMD的版本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City Hatchback 其实是为了取代东南亚JES的地位 因为虽然说JES目前已经出到了第四代车型 可是这一款车只在日本、台湾、中国还有欧洲等市场销售 东南亚是不会引进这款车型的 其实在之前我有问过一些Honda的高层 为什么你们不引进这个Honda JES呢? 他们给我的答案也很简单很粗暴 就是他们认为东南亚的消费者 会习惯这个JES或者Feed的外观设计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开发多一款新车 也就是City Hatchback 来到东南亚市场 那么同样的作为B Segment的先辈车型 JES跟这个City Hatchback有什么差异? 首先这两款车都是基于原本的平台打造 JES的轴距只有2530 但是这个City Hatchback因为它采用了City Sedan的平台打造 所以它的轴距比较长 它的轴距达到了2600mm 这样子相比之下已经长了70mm哦 差不多是这样 那么的话就代表这个车内的空间表现会出色很多 理论上来说City Hatchback的空间表现会比起JES更好 但是实际上JES本身也是空间魔王 所以我相信它们的实用度来说其实是差不多的 再来一点就是外观设计 新一代的JES采用的外观设计还是比较原论可爱的 我个人也觉得这个设计很可爱啦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或许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原厂觉得City的外观设计是比较能够让大众接受的 所以才会在东南亚市场引进这个City Hatchback 而除了东南亚市场之外 相信以后像是印度啊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或者是南非 都同样的会销售这款车型 所以现在的City已经不再是东南亚专属车型 而是变成了一款Gropper Car 接下来我们会放出这个City Sedan City Hatchback还有新一代Honda JES的车身尺码 让大家看一看它们到底有什么差距 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City Sedan在不同市场 会有不同的车身尺码 例如说泰国市场的City Sedan 它的轴距只有2589 可是在马来西亚市场是2600 如果你告诉我你喜欢JES 是因为JES有这个Ultra Sed的设计的话 那么实际上City Hatchback 同样的也是继承了这个功能 同样的有4个模式 就是椅背擒导模式 长模式 高模式 以及放松模式 它可以让你在不同的需求状况下 去安排这个座椅的擒导方式 来获得更好的空间表现 虽然说目前泰国的Honda 并没有公布这个尾向的容积有多少 但是我们用这个人眼观测来说 它的空间表现并不会比JES逊色太多 而且同样的因为我刚才所说的长轴距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车身空间表现理论上会更好一些 这样的车子对于马来西亚市场来说 我觉得是一台非常实用的车型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城市 像是槟城、吉隆坡、新山 你要找到parking的位置是很难的 而这种小车 你要parking就非常的简易 而且它很灵活 重点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它的空间表现又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这样的车不香呢 至于在内装设计部分 City Hatchback跟City Sedan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我要说一点就是 在目前的B Segment车款中 我个人认为City的内装设计是最合理最实用的 首先在质感表现上面 对比上一代车型它进步了非常多 第二点就是它在很多人体工学细节上面都进行了优化 像是整个中控台的使用者界面 就算你在开车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忙操作 因为它取消了上一代车型的触控面板 可能你会认为HONTA在卡扣 可是实际上这个旋钮加入之后 真的让这辆车忙操作 还有人体工学进步了非常多 这一点是没有骗你的 如果有机会你自己去试试看 你就会知道这个旋钮有多好用 而且重点是这个旋钮的质感和设计都非常的不错 另外一点就是HONDA也知道 现在很多人会用USB来连接手机或者是为手机进行充电 因此它们的USB插槽也经过了特别的设计 让你看起来不会有aftermarket的感觉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座椅啦 HONDA CITY 新一代的座椅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上一代的车型座椅虽然非常的大 但是对于身体的支撑并不是那么好 所以如果长途驾驶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座椅的设计会有一点支撑不足 可是新一代车型尤其是V版本的头枕还有腰靠等等 都处理的非常的到位 也是我最喜欢新一代HONDA CITY的原因 而很幸运的CITY Hatchback也继承了这个优点 所以我相信你只需要坐过这个新一代CITY的座椅 你就会非常的喜欢 至于空间表现 HONDA 一向都是以空间为主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去担心这款车的乘坐空间 空间表现会不足够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 目前所知CITY Hatchback有三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泰国的1.0 Retectable引擎 最大马力是122PS 峰值扭力173Nm 还有印尼市场的1.5L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自然进气引擎和我国的City Sedan 所采用的是一模一样的1.5L DOHC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121PS 峰值扭力145Nm 最近在泰国 City也新增加了一个车型 也就是采用IMMD系统的City RS 这款车型在马力上面最大马力是109PS 峰值扭力高达253Nm 因此它的0-100加速也只需要9.4秒 也是目前加速表现最好的City车型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因为先被车车中较轻的关系 所以City Hatchback RX IMD 的0-100加速 是比City Sedan RX IMD 快上0.5秒的 因为Honda Malaysia 有在本地生产着一个引擎主件 还有电池零件等等的部件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马来西亚版 除了这个1.5L 的自然进气引擎以外 还会有着一个IMMD系统让我们选择 就和现在的City Sedan一样 至于安全配备方面 我相信我们的City Hatchback 也会比照这个City Sedan 也就是在1.5L 自然进气的版本 可以有6气囊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 还有Honda Landwatch 如果你要Honda Sensing的话 应该要买到City RX IMD 版本才有 其实这个在City RX上面的Honda Sensing 配备是相当充足了 除了低速跟随系统没有之外 像是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都可以在City上面的Honda Sensing看得到 也让它成为了B-Segment Sedan 或者是B-Segment Hatchback中 配备最好的一款 所以希望它的主要对手 你们也加把劲 要追上这个Honda City哦 至于这款车什么时候会上市 这个就有点难说了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的情况非常多 第一点就是我国的行动管制令 第二点就是晶片供应有问题 因为晶片供应的问题 预测全球今年的汽车产量 会减少500万辆 所以这也影响了Honda在我国的布局 就算这款车能够在今年上市的话 我相信都是要在今年下半年才看得到的 只是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之前政府已经把这个豁免 SST的优惠期延长到今年的年尾 所以就算它在今年里面发布 我们还是有机会买得到这个 不需要缴付SST的City Hatchback 可是详细的上市时间 我们还是要等待这个Honda Malaysia的正式公布 但是Honda Malaysia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给我们惊喜 说不定这个影片我们出了不久过后 他们就放出预告表示这辆车要来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啦 大家是不是等待这款City Hatchback很久呢 其实我也是一样 所以我也很喜欢它快点来 那么大家对于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 记得就好像玩王者荣耀一样 李白完成TripleQ一键三菱 按赞订阅分享哦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好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